Hello 欢迎大家收看GC11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 几样我自己在德国住后 发现爱上一事难忘的食物 第一样就是这个薯片 这个薯片不简单 因为这个不是普通的马铃薯薯片 它们要么就是马铃薯 要么就是指番薯 但就不会像这样混合两种颜色 我自己虽然很少吃零食 但我一买零食 我就会偏向买一些比较健康 两个都是甜蕃薯 这个就是普通的甜蕃薯 这个就是纸的甜蕃薯 在德国来说 德国人很喜欢吃薯条 但是他们不会吃普通的马铃薯 薯条 他们就会选择一些叫做甜蕃薯 薯卡托布 西式餐厅 在德国 薯卡托布是非常普遍的 它是将它们变成了薯片 这个是极力推介的 而且是Ettica Ettica Ettica 就是我们德国的三大超级市场集中之一 就比Heve 和Ardy 和Lidl 他们贵一点 五奖 就是属于英国Rachels的等级 如果你们是英国来的话 然后第二样 我自己爱上的零食 在Ettica 可以买到的 就是 就是 卡托布 这是英文 我想这个 出现的地方应该是美国 不是在德国出产的 但是 我之前在London 住的时候 我还没见过 我不知道这东西 在香港澳门有没有买 很难的 早上的时候 我很难住早餐的时候 我就会倒少少 在豆奶里 混合一混合 就可以吃 吃 对了 另一种口味 就是没有乳酪的 只有巧克力的 那么多 我自己不太喜欢喝牛奶 因为牛奶会对皮肤不好 所以我一定会喝豆奶 或者Mondermilk 然后 我早上就会吃早餐 晚上 例如在宵夜的时候 肚饿 又可以倒少少 非常之方便 第三个 这个应该有来过 德国玩的人 一定会见过 就是 Fleisch Salad 为什么有肉加沙律 这个就是德国才有的食材 主要有 羊 青瓜 和蛋黄醬 迷糊 迷糊 打开 没错了 就很稠 很稠 就这样 拿刀出来 拌 然后放在面包 或者饼 上面 通常用来做早餐 夜晚晚餐的时候 你懒的人 都可以用来做晚餐 就不用煮饭 就这样 粒糊 一起搅拌 一起吃 所以这个Fleisch Salad 我自己都会去超级市场买的 就是以前 现在我习惯了 叫做Vegan飲食 比较少了卖肉 之后的下一个就是 就是 如果你是喜欢喝红酒 或者喜欢喝酒 就是一楼 这个就是 叫做 Oven Caser 我想应该都是德国才有 我自己去过这么多地方 欧洲地方 我都没见过 他们会把 那些 芝士 变成一块饼 这样 去拿进去 烤炉 烤完之后 你就在中间 打个十字 打开 就好像一块 饼 你可以 拿些蔬菜 或者面包 去烤炉 这道菜 我想对于法国人来说 应该会很生气 因为法国人喜欢生吃芝士 他们对芝士非常有研究 德国 完全是一个食物的黑洞 他们是喜欢做一些 例如Fleisch Salad 把肉和沙律一起混合 然后又把芝士 原本是故意做冰 又要把它做烤 我一开始都觉得很怪 它的原理就跟瑞士的芝士火锅一样 拿进去烤炉 烤十分钟 然后打开之后 中间那些 哇 濕濕 淋淋的芝士 你再蘸醬 蘸什么下去 它就好像那种 有拉锯力 将那些味道拉出来 我就特意买一种 厚味 就是叫做Chili 厚味 它就加了少少Chili 我习惯在这里吃奶类的东西 譬如吃芝士面 或者是吃Carbonala 我自己个人会加少少Chili 加少少辣椒 那就令那个口感没那么肥 大家都知道 欧洲的野食是非常肥的 尤其是有芝士的东西 来到下一个 登登 就是Yogurt 但是为什么会说这个Yogurt 这个Yogurt 就厉害了 因为它是Kishin 它就是樱桃口味的Yogurt 大部分的西方人 他们都是喜欢有少少果汁的 那么他们将那些果汁 就放在底下 接着底下 你就要自己放一个羹 底下 然后再搅上来吃 这样每一口 哎呀 走开 走开 每一口都会有果汁味 和厚厚浓浓的Yogurt 嗯 而且它这个瓶子非常吸引 就像以前的牛奶妹 广告的牛奶瓶 一看下去就非常吸引 我通常看到的超级市场的包装 它们的Yogurt 大多数都是扁圆的 底下是胶做 看不到里面的 但是这个 那个感觉是透明 你可以直接看到里面发生什么事 还有它那一层车尼紫果汁的厚度 是非常之高 整个瓶占了差不多15% 所以你会感觉很幸福 嗯 而且很饱 Hakla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因为Bavaria有很多森林 很多人去买单车 买单车的人 中途就很口渴 很想喝少少解喝饮品 德国人就会选酒精 但是你买单车做运动 喝这么多酒精 对脑子不好 那他们就研发了一样东西 就把酒精混合一半 50% 酒精50% 是不是50%呢 不过什么 总之是把啤酒 跟Nimalada混合 就变成了一样叫做单车人士饮品 RAD 在德文来说是解单车 或者是轮的意思 一看名字就知道是给单车人士饮 我本身是不喝啤酒的 但我来到德国之后 我发现他们的啤酒实在太美味了 但是 啤酒一方面会肥 另一方面对身体不好 但是你又想过口 喝啤酒 它的酒精味不重 2%的酒精 而且这个品牌 它有 柠檬 这个传统的味道 还有 叫做 GRAPE FOOD 柚子的味道 所以我自己 每次 我都会去超级市场 买东西的时候 都会买两支 拜雪櫃 开门口 今天呢 影片又到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住 订阅 订阅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一条影片再见 Cheers